你这是难以置信 以前春夕路排队做核酸的地方 大概要排一个小时才能够排到这里 今天居然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它不会是这个点关掉了吧 等我看一看 我马上就到了 没有关掉 但是你看根本就没有人坐了 因为现在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市已经不要求做核酸了 所以大家都不来坐了 没人排队了 太好了 今天本来是出来做核酸 本来打着要排半个小时 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队 结果因为现在成都 什么地方都进商场啊 出去啊什么的 都不需要那个核酸阴性了 就没人做核酸了嘛 因为现在只有去医院 才需要做核酸 我明天是因为要去医院看我妈 所以说我才能做核酸 然后就省下来时间 我就在这里 路过这个红薯粉的这家店 就在春夕路的旁边 这是公安局 然后吃一碗 酸辣粉 肥肠粉 看上去很香 这个肥肠粉做的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特别爱吃菜 但是一般吧 现在在外面吃 它很少会给你那么多蔬菜 所以我一看见有这么多青菜 我就高兴了 这一碗肥肠粉 13块钱 很大一碗的 他说大概不到二两 但是我觉得我完全够吃了 而且吃不完 但成都的物价就是便宜 你知道吗 他这里我上次买了一份 外卖的肥肠鸡 加一盒米饭才15块钱 简直就好像不要钱一样了 那还是鸡哦 真的太便宜了 这一大半我都差不多吃完了 吃得饱饱了 这个很有意思哦 他们就是餐厅里面工作 然后到这来吃 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邓小姐 我现在成都 这个应该是东吴路吧 哦 东吴路 我走在东吴路上 然后我现在去太古里和大慈寺 主要是去看一下大慈寺 因为其实我才知道大慈寺 其实以我住的地方 走路就20分钟 但是我都没有去过 其实我以前坐车的时候 有路过我大慈寺 但是不知道他具体在哪里 所以今天就去大慈寺的庙里面 烧烧虾拜拜佛 给我妈妈请一个月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顺便如果待会有时间 再逛一下非常著名的太古里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逛不完 因为太古里蛮大的 然后我下午还有别的事情 待会见咯 都没有走20分钟 才走10分钟就到了 真的好近呢 就过了一个路口 还是两个路口吧 就到了 然后这旁边是太古里 然后这个就是大慈寺了 我现在要找一下 它的正门在哪里 因为我在那个百度地图上看 好像它的正门是从后面走的 不是从前面走的 我先过去看一下 等完这个红灯 现在我走到那个大慈寺的入口来了 所以 所以这些卡蒂娜呀 爱马仕呀 这些大牌子都在一个佛堂寺庙的门口 所以他们也是要沾点佛器嘛 整个这个太古里就是建在大佛寺的这个身后的 就是基本上把这个寺庙给围起来了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种设计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那个国际金融中心 IFS 然后这边也是大牌林立 但我觉得最搞笑的还是这边 太古里整个就是建在这个大慈寺的旁边的 就一圈 看地图就知道了 它是一圈的那个商铺 然后把大慈寺包围起来了 我现在等候地灯就过去了 现在我刚刚扫了那个长所码 已经进到这个里面来了 然后它 这个应该就是大慈寺的入口了 这里有一个隐蔽嘛 所以我看一下 对然后这一边呢就是太古里 这一边呢就是大慈寺的 应该这个是西院 应该是西门 那边中间应该是正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地图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就是大慈寺被所有的周边的 这个太古里的这些商铺包围了 这样其实也好 沾一点佛气 这些奢侈品牌也许就能够 就是二层的平面图 就能够卖得更好 大慈寺之所以出名呢 它是那个玄奘 也就是西游记里面的那个唐僧 就是在这里 他是在这里学习 然后在这里 叫什么戒渡吧 我也不太懂 那个佛家用语 所以说呢 这个寺庙就 蛮出名的 而且历史非常悠久 是唐玄宗提词 好像我看 昨天看那个百科说的事 而且就是后来 就是因为唐朝的时候 佛教特别盛行嘛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忘了是哪个皇帝了 就是拆除各地的佛庙 因为佛庙太多了 影响了老百姓的农民生产 但是呢 就是因为大慈寺 好像因为是唐玄宗提字 而且唐玄宗曾经在这里 安史之乱的时候 在这里避难过 住过 所以才没有拆掉 保存至今 一千多年了 难道是没有开门吗 我上面看他是八点钟开门呢 我过去看看 我的天哪 11月12号他就关闭了 可是 现在都已经放开 今天都已经12月6号了 将近一个月了 而且现在整个 整个成都都已经解封了啊 所以他还不开门吗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要等到 我走之前 再过来看看 碰碰运气吗 好遗憾哦 其实11月12号他封吧 我是11月10号 我才开始解除隔离的嘛 所以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会封 然后我也没有时间过来 因为当时我刚刚解除隔离嘛 就事情特别多 啊真的好遗憾 还好我这次去了峨眉山 峨眉山没有被封 所以在峨眉山还算是 而且我拍到了莲花佛光呀 然后还拜了峨眉山经顶的 那个寺庙的菩萨 还有普贤菩萨的金身佛像 所以啊很遗憾 我觉得我过一两个星期 我要离开成都的时候 我再过来碰碰运气吧 但这个寺庙真的修得蛮漂亮的 这个可能是铜 铜柱的话还是镀的铜 不知道 嗯好吧 下次再见咯 所以今天蛮遗憾的呀 你看就是大慈寺 跑过来才发现 11月12号就已经 因为疫情关门了 然后到现在将近一个月了 还没有开门 其实成都是12月1号解封的 像这种宗教寺庙 它应该也不算那个 就是因为它都是在室外呀 应该是蛮安全的 我就觉得是完全可以开的 尤其是像你看太古里的 这些商户现在都在开门 这些商铺看到了吗 都还在开门 所以我觉得大慈寺也应该解封了呀 让大家过来拜拜佛烧烧香啊 这里香火旺 这些商铺的生意才会好 对不对 所以希望能够尽快的 大慈寺能够解封 然后我们可以进去烧一炷香 我刚刚看到这个 大慈寺门口的这两个大水缸吧 应该是养莲花的 对 养莲花因为现在冬天 所以莲花都没有开 只有荷叶 荷花就是莲花啊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浮雕蛮有意思的 这个应该是很早以前就有的吧 因为如果是现在的人做这个浮雕的话 技术会做得更好 它这里很好玩 这里还有一个王纪饼 然后这个人在开窗户 好像是要扔东西给楼下还是干嘛 伸出一只手来 这个是提着灯笼 两个小孩子要过桥 这边也是两个小孩子提着灯笼 好像是在过节 过年过节的感觉 这个是茶 茶什么茶铺 这个是王纪饼 这个是什么纪茶铺 第一个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然后再来看看这边 哦 这边就是花鸟虫鱼了 松树 松鹤 松鹤爷年 对 这个是什么茶铺 我看看这个字 好像真的看不清 有点像个 是刘吗 什么纪茶铺 看不清楚这个字 这个王纪饼 然后再看看这边有什么 哦 这边就是一个 池塘莲花 只有中间是 刻的是市井的那种 这边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再去看看 那边那个刻的是什么 这个是竹子和 竹子和什么呢 这个是个花吗 这个大的 好像是竹子和一个什么花 然后右上角是祥云 左下角是山石 然后看一下这一幅 市井图是什么 哦 这个 这个是 中间是一个水车 对 是水车 然后再给某一户人家送水 哦 这上面写的是油店 他们在给油店送水 还是送油不知道 这个是台的轿子 后面是一个老头 呃 担着担架 不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 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小孩 还是坐在门口的一个婆婆 这正中间是 呃 最底下是有一个人 在拜佛的姿势 在拜神佛 然后上面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这个女的挑着东西 不知道在干嘛 这个男的看上去是个当官的老者 戴着一个帽子 这上面是 好像是爷爷和孙子的那种感觉 也可能是儿子 在喝茶还是在看书 这里有一匹马的马屁股 然后那边是 那边就没有了 这边还有一个打鱼伞的人 对 这里还有一个打鱼伞的人 这个是福满多哟 见者有福 哦 它这幅图写的是 玄奘网 哦 玄奘住处 那就是这个地方是玄奘的住处 呃 这边图我们已经看了 是呃 竹子 这边就是莲花和 这个树是什么树啊 是金钱树吗 因为肯定不是松树 这个有点像是莲花和 和什么树呢 我也不知道 然后下面还有一只仙鹤 所以这个是玄奘的住处 那么这个是什么字 这个是古大圣祠寺 OK 所以这个是古大圣祠寺 古大圣祠寺 我现在坐了这个电梯 上太古里的二楼 然后才发现它这个建筑的这个设计啊 其实是非常精妙的 你看虽然是高楼林立啊 但是它这个太古里 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建筑 它巧妙的把这种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房子 但一看就是个老式建筑嘛 它没有拆除 而是把它嵌在里面 而且这个老房子 现在变成了路易威登的店 真的蛮有意思的 然后它 但是它新修的呢 也是实际上是根据这个老式建筑的这种 风格来的 所以一点都不突兀 反而会觉得现代和传统这种包容 融合在一起 非常的漂亮 这个蛮有设计感的 我还没有走完 我刚刚上这个滚梯 然后以前我有看过一个 网上的一个航拍太古里的那个 那个视频就蛮好看的 前面这个是爱马仕 这里是卫生间 这里是卡蒂尔 然后那个好像是一个茶馆吗 还是一个小吃店 现在非常早 现在才早上11点多一点 所以那个宝洁阿姨还在打扫卫生 这个卡蒂尔的这个橱窗设计的很好 它完全没有展示它的 它的那些产品 而是做了一个非常安逸的 很典型的成都的那种 园林的那种感觉 这个设计蛮 蛮高级的 对面这个是金融大厦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长廊 这个长廊一看也就是中式的 现代化的中式其实蛮漂亮的 然后前面那些飞檐走壁 那个就应该是大瓷寺了吧 我觉得那个建筑应该是大瓷寺的了 上来看一看 啊对 所以刚才我在下面进不去大瓷寺 但是其实在太古里的二楼 就完全可以把整个大瓷寺 内部的建筑一收眼底 哎呀真的 这个设计蛮妙的 就这个现代建筑的二楼 反而给这个大瓷寺的这个古建筑 增加了另外一个观景的视角 不错不错不错 啊所以在这个 这个地方喝茶的话 就能够完全看到大瓷寺 就算不开门的情况下 蛮好蛮好 所以它这样一修这个太古里吧 反而把这个太古里变成了一个可以观赏大瓷寺的一个观景台 因为站在这个二楼的话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建筑的细节 包括这些飞檐走壁 上面的这些神兽 都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 你如果在一楼的话 就是说你如果在大瓷寺的里面烧香的话 你是看不到这些房顶上的这些细节的 所以它这个 它这就完全成了一个观景台 或者说你可以说 它是把这个观景台修成了一个商铺林立的奢侈品牌的 一个 叫什么建筑 就这个设计真的蛮好的 我不知道这个设计师是哪里的 它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奇思妙想非常棒 非常棒 而且天然融为一体 把最前沿的最时尚的最摩登的这个社会 和这个古老的建筑放在一起 然后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反而结合的非常好 非常精妙 而且是相得一张互相突出对方的那个美 这是新式建筑 这是老式建筑 你看根本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非常漂亮 所以成都的这个城市规划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应该是市长的功劳吧 还是省长的功劳我不知道 哎呀像这种老式建筑的这个细节呀 真的是非常好看 拉近一点啊 就是这些 当然这些肯定都是现代修缮过的啊 这个雕梁画栋 然后这个门楼的这个这个位置 还有这里有个小小的露台养花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光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石雕吧对吧 光是这个石雕就非常的好看 它中间有一个万字 那个应该是佛家的一个标志 就是佛祖的一个万字的标志 就正中央那个尖尖的那个三角的那个 然后旁边是 是一条龙还是两条龙 我不太认得 反正是两个神兽吧应该 嗯 对应该是两两只龙 对两两只龙 然后中间那个有一个兽陶 最上面的是佛祖的万字 然后是祥云 就这些细节都特别的漂亮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牛吗 这个神兽 站在屋顶上的这个神兽 我小时候我要是 就是说 就是不听话什么的 我妈就会经常说一个 北京俗语就说 闲得你五脊子六兽的 那个五脊子六兽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长脚的东西 和远处这个 和远处这个 这个好像是龙还是什么 这是 中国古代的这种建筑上 尤其是紫禁城那种皇家建筑上 它那个屋檐上的神兽 都是有讲究的 就是说你要有什么样的 你必须要是 像紫禁城 它就可以站起了 它那个房檐上就可以站起了 龙的九个孩子 龙有九子 龙有九子嘛 那么大慈祀的规格呢 肯定是没有皇家原理那么高的 但是它因为唐玄宗住过 所以在这里曾经住过 安史之段避难 所以它这个屋脚上有两个神兽 这是目前为止 我只发现了这两个神兽 然后这个带脚的 应该是 应该是龙的第几个儿子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远远的那个 我也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这是哪一个神兽 这个就是个小龙吧 但是你知道吗 就算那九个神兽全都在这里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带脚的 这边趴着的 跟这边这个是相对的 它们是一对 也是趴着的带脚的 就是龙有九子 它们每个人的形态和性格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那个大家如果看过 去年还是前年 那个神奇动物在哪里的三 它不是那个麒麟吗 麒麟其实也是龙的一个孩子 然后它也是趴在紫禁车 成的那个乌檐上的 我要回家查一下书 才能够知道 这两只小神兽是什么 就很可爱呀 比如说皮修就是九子之一 皮修就是九子之一 然后这个很明显是 有那个牛角或者是羊角的 我回家要查一下才能知道 今天虽然说 没能够进去大慈寺 但是反而在太古里的楼上 把它的这些建筑 勾心斗角的这些屋檐 看了个遍 我说的勾心斗角 出自于 李牧写的那个叫什么 哎呀我想过情论 勾心斗角 然后这个是戴角的那个神兽 然后这前面我只能看到 是一个亭子的顶 然后我看不到全貌 因为我没法进去 但是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叫滑盖 就是古代的天子的头上 顶就是撑的那个伞 叫做滑盖 就是只有皇帝才能够有 这个滑盖的 普通人 普通人也可以有一个顶 但是就不能够是这种规格的 也不能够叫做滑盖 就只能叫个雨伞之类的 就那种大官出游的话 然后那边 这个是有个小小的东西吗 这个看不清楚了 这边没有 这边就是一个屋檐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屋檐 所以只有在这个 这里有一对神兽 一个是带脚的 一个是像龙一样的 那个屋檐 然后这些瓦都应该是 我不知道多少年份了 但是应该是以前的老瓦 几百年或者上千年的老瓦 然后你看它这个屋檐上 还有画的 但是因为 就算我把镜头拉到最大 也是看不清楚的 这个感觉好像是 玄奘在讲经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聆听的感觉 但是我实在是看不清楚 这个也是一幅画 所以它那个屋檐上 都还有故事的 这个是一个人跪在地上 然后那里好像是 中间是有一个 婴儿出生的感觉 这是我瞎猜的 因为我实在是看不清楚 它每一幅画 都会有一个故事 这个好像是 有一个 玄奘背着一个包袱 然后刚翻过了一座山 然后下面有一条河 这都是我盲猜的 因为实在是看得 一点都不清楚 所以这些东西 你在寺庙里面 你在大慈寺内部 反而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在 只能在这个二楼的 太古里上才能看到 所以它这个 我说它这个建筑设计 是非常 非常精彩的 然后可以坐在这里 喝喝茶 这是一个茶艺馆 好了 我要下楼了 下楼之前 在电梯间这边 又看到了 又看到了 这个牛角的神兽 这里又有一对 然后这个窗户 就可能是现代修的了 但是就是 它完全是仿骨的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这里是 阿德克斯安德玛克林 英国的那个时装设计师 但你看见没有 它下面 有一个非常现代的 应该是同像吧 建筑 同像的雕塑 但是虽然是 非常现代的雕塑 在这个 在这个中式的 园林的这个 这个风格的院子里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反而觉得 非常的 融为一体 所以这个 这个艺术的设计 真的是非常的棒 品味很好 然后这是电梯 这是电梯 它这个二楼 就相当于修的是 一个loft的那种感觉 很现代 全玻璃的 非常棒 非常棒 太古里并不是因为 商铺出名 而是因为它的 这个建筑风格 现在我出来 就走到这个 大慈寺的正门了 我这样就一路拍过去 看一下 这个正门 这上面写的是 2022年12月4号到12月10号 会有七法会 可是 现在是没有了吗 因为封控的原因 对啊 这里也贴了通知是11月12号就封控了 哇 这上面 这上面写了明年要犯太岁的生肖 挺有意思 因为我知道大慈寺 它是没有门票的 就是免费入场的 所以它平时也就做一些这些法 法式吧 来 还 有一些收入 这样子 因为维持一个寺院的成本 其实是蛮高的 各种各样的 养护工作 这上面是有一个神兽吗 中间好像是一个莲花吧 中间是个什么 是个莲花的感觉吗 然后旁边这个实在是看不清楚太黑了 好像是一个 看看啊 好像是一个鱼的形状的神兽 对吧 是一个鱼和龙的结合体的神兽 这应该也是一个龙的孩子 上面其实这个是字还是 那不是那是花纹 所以这个是什么 完全看不清楚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莲花坐台的那种感觉 下面这个壁画也是有 它肯定是有意思的 但是实在是看不清楚 因为它全是黑的嘛 然后这个就是普通的这种 像那个龙壁一样的 就九龙壁是两条龙 所以它的正门是在前面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它原来的大门 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屋檐 对 所以它的大门是这个 和刚才那边的那个 东西两个大门 它没有一个正门 很有意思 它的正门是一个隐蔽 我今天路过这家鸡杂店 然后过来吃一个它的鸡杂的套餐 然后这个我刚才问这是泡的什么 它说是枝子茶 山枝子实际上是一味中药物 但是我忘了它是什么功效了 回头可以查一下 然后它这个广告很有意思 它说我们只做鸡杂 因为老板真的很算 很好玩 一个小铺子 但是也有很多外卖 这一大桶饭 把我当成饭桶了 这哪吃得了 看着这个鸡杂倒是很香的 这桶饭也太壮观了 再看看这个碗多大 我又不是饭桶 现在我盛了一碗米饭 准备开始吃了 这个看上去很香 它是鸡杂 把镜头都给熏到了 热气腾腾的 还有土豆 然后底下还有豆芽 这一份一个人说实话都吃不完 我的胃口比较小 这个裁缝铺的店名很好玩 叫顺其自然 裁缝在此 这好玩